撒姆尔记下第二章 这事以后,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可以上犹大的一座城去吗? 耶和华回答 你上去吧 大卫又问 我应该上到哪里去呢? 他回答 上西伯伦去 于是大卫带着他的两个妻子 一个是耶斯列人雅兮暖 一个是坐过加密人拿巴妻子的雅比该 上到那里去了 大卫也把与他在一起的人 和他们个人的家眷都带上去 他们就在西伯伦的城镇里住下来 于是犹大人来到西伯伦 在那里高立了大卫做王 统治犹大家 有人报告大卫说 埋葬扫罗的是基列雅比人 大卫就差派使者到基列雅比人那里去 对他们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 因为你们后代了你们的主扫罗 把他埋葬了 你们既做了这事 现在就愿耶和华以慈爱和诚实带你们 我也要善待你们 现在你们要坚强 要做勇敢的人 要做勇敢的人 因为你们的主扫罗已经死了 犹大家已经高立了我 做他们的王了 当时扫罗的元帅 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 约亚和大卫尼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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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大家都坐下,一对在水池这边,一对在水池那边。 亚尼尔对约亚说,让年轻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比比武。 约亚说,好,叫他们起来。 他们就起来,按着人数走过去。 数遍雅敏就是属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赦的,有十二人。 数大卫臣仆的,也有十二人。 他们个人都紧紧抓住对手的头,用刀刺进对手的肋旁。 于是,他们全都倒闭。 所以,在积变那地方,就叫做西利甲哈苏林。 那天的战事非常激烈,结果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臣仆面前。 席鲁亚的三个儿子,约亚、雅比筛和雅萨黑都在那里。 雅萨黑的腿轻快如野地的羚羊一般。 雅萨黑追赶雅尼尔,紧紧地跟着他,不偏左,也不偏右。 雅尼尔往后瞧着,说,你是雅萨黑吗? 他回答,我正是。 雅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左或转右,抓住一个年轻人,夺去他的武器吧。 可是,雅萨黑不愿意离开不追赶他。 雅尼尔再一次对雅萨黑说,你离开别追赶我,我为什么要把你砍倒在地上呢? 以后怎么还有脸见你的哥哥约亚呢? 雅萨黑不肯离开。 所以,雅尼尔就用枪的尾端刺入了他的肚子。 枪从他的背后穿出。 雅萨黑扑倒在那里,当场死了。 所有来到雅萨黑倒闭的地方的人都站住不动。 雅鸦和雅比筛却继续追赶雅尼尔。 日落的时候,他们来到雅马山,就在通往极变旷野的路旁,基雅的对面。 遍雅敏人集结在雅尼尔后面,站在一座山头上,列成一个队伍。 雅尼尔对雅鸦喊叫说, 刀剑要不停地杀人吗?你不知道结局是痛苦的吗?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吩咐人民转去,不追赶自己的兄弟呢? 雅鸦说,我指着永活的神启示,如果你们没有说过比武的话, 大家必在早晨的时候离去,不再追赶自己的兄弟。 于是,雅鸦吹响号角,众人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 雅尼尔和属他的人,整夜走过雅拉巴,渡过约旦河,又走过碧伦,才回到马哈念。 雅鸦追赶雅尼尔回来,集合所有人的时候,发现在大魏的臣仆中,除了雅萨黑以外,还少了十九个人。 但大魏的臣仆,集杀变雅敏人和跟随雅尼尔的人,共有三百六十人死了。 他们把雅萨黑抬回去,埋葬在伯利恒他父亲的坟墓里。 雅鸦和属他的人走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才回到西伯伦。